吴淡如消失两年晒照五官大改变壮脸三女星。网友看完下喊,还以为是陈美凤。 知名主持人吴淡如自从2016年,淡树演艺圈远赴上海中央商学院念Amber Hall,几乎些少出现在荧光幕上,虽然手上没有了主持节目, 但吴淡如仍常在脸书分享生活状况,两年不包含机票,时速大约就需花费280万台币,全部的费用加起来400万跑不掉,目前他已有三个硕士学位,可以说是越老活得越精彩。 根据ETTraday星光云报道,他感叹地说在电视做20年,够了,也过了。 你想想,节目中放来放去都是同一批人,同一个艺人的故事说了八遍,我都会背了,如今平台已经转移,娱乐在台湾已经是夕阳工业,身边到底还有多少人在看电视? 这些年我愈来愈怕参加同年龄的聚会,女人都在聊别人的八卦,或影剧圈发生什么事,男人都在算退休金有多少,这不是我要的生活,上海是一个急速网上爬的市场,每个人都在往前看,渴望成功,我喜欢在这里感受另一种氛围。 图片来源,FB无弹如 不过让网友压抑的是吴淡如的脸全变了几乎跟以前长不一样,他最近PO出了一张校园生活照,他染了衣头深棕色发色,脸上挂住浅浅微笑,看起来相当的气质,不过网友第一眼却完全认不出来,一堆人下海我以为是陈美凤。 美凤姐无误,怎么五官变这样,也蛮像杨秀慧的,有司马玉娇的记事感,傻眼无淡如常的跟大家记忆中的样子不太一样了。 正好,眼睛怎么五官变得了,有司马玉娇的记忆中的小孩,广告人才是陈美凤的。 参考来源